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次 历史单元为正 六 教化 二 三 四 治国 太上仰化 其次 正法 民交让 真储碑 财力真受少 势力真救劳 日化上而千善 不知其所以然 自知本也 力赏而献善 未行而不敢为非 法令正于上 百姓服于下 自知莫也 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五文字 太上仰化 仰化这两个字 是自立于 道德 修养的教化 来 转变人心 风俗 使这个 人心风俗 归于 自然 其次 正法 正法两个字 是依法 制裁 办理的意思 化上 受君上 感化 千善 就是改过 向善 这里一个国家 最上之策 是以道德 来 感化 以道德 仁义 来 教化 人民 百姓 建国 君民 教学 鬼闲 办 伦理道德 英国 教育 这是 国家的 政策 其次 是依据 法律 治理 使民众 互相 倾纳 争相 处于 卑下 就是 这个 遇到有 争端的时候 大家 会 处在 卑下 不以 人争 面对 财力 争相 拿少 的部分 就是 分 红利 大家 因为有 受到 伦理道德 英国的 教法 所以 比如说 两个人 合伙 做生意 赚的钱 大家 会互相 拿少 自己拿少一点 让 别人 多一点 自己不会 去 争取 拿多一点 会 让人家 让利 给人 那么 面对 工作 争相 做 劳累的 事情 就是 辛苦的 事情 大家 会互相 去做 付出 的事情 就是要付出 贡献 比较辛苦 劳累的 事 比较 麻烦的 事 大家 不但不会 去 推诿 而且 互相 真的要做 比较辛苦 的事情 不会 做一些 轻松的 事情 累的 事情 都让 给别人 做 这是 每天 受到 君王 的 教化 所 呈现的 效果 这样 整个 国家社会 在不知不觉 当中 逐渐的 向善 全国的人民 都不断地 向上提升 这个才是 治国的 根本 所以 治国的 根本 这个 国家 办 伦理道德 英国 教育 这个是 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 根本 百姓 把 奖赏 当作 利益 而勉力 为善 畏惧 刑法 而不敢 为辉 作歹 君王的 法令 公正 言明 百姓 服从 这是 治理国家的 次要 之 后面 说到 这个 如果 这个 政府 他只有 用法令 就是我们 现在 都是用法律 来治理 没有 教化 大家 是因为 怕 受到 处罚 不敢 做坏事 有 奖赏 才 会去 做善 君王 法令 也很 公正 很 言明 百姓 也会 服从 但是 这是 畏惧 行法 那么 贪得 奖赏 那么 百姓 财严厉 不方法 去做善事 这个是 治理国家 次要的事 这个不是 主要 是次要 这个是一个 辅助 所以 治理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 企业 一个家庭 要掌握住 这个根本 根本就是在 伦理道德 英国的教育 这个 处罚 就是 其次 好 这一条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 增长 华喜 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 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频道 开启 小铃铛 也可以 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最新影片通知 哦